记者中立华综合报道,澳洲总理腾波尔犹新中国势力渗透政坛,近日宣布澳洲将禁止来自国外的政治现金,以导致和防止国外势力介入国内政治,他前天用中文呛中国,澳大利亚人站起来,不过中国不甘示弱,立刻透过多家官方喉舌媒体回批,王友基果然是玻璃心,敢做不敢当真凹。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策略就是在各个国家培植势力,能收买就收买。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今天的社评表示,澳洲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毒化了中澳二国关系气氛,倒不是之前腾波尔说过重视中澳关系等话,证明其思维正常,不然听到他用中文背诵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和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 且还是因为未被证实的间谍案,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个疯子,或者是个表演狂。 社评写道,腾波尔地位虚弱,迎合澳洲激进反华舆论,有助于他继续留在总理宝座上,也有利于党派争取议员宝座,也就是说,为了不下台,腾波尔多脏多累的活儿都肯干。 环石认为,无论澳洲高官和媒体如何对中国,我们都不觉得这对中国外交有多严重,因为澳洲分量只有那一点大,且多变得澳洲高官明天不一定又会说什么。 腾波尔曾被川普摔过电话,但依然点头哈腰的,对这种人而言,情与理大概都不重要,因为他只敬畏实力。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则抨击最近澳洲媒体多篇,指控中国透过政治现金及派出大量留学生渗入澳洲传记的报道充满偏见,有关报道不仅对中国政府尽心无端指责,而且对在澳中国留学生及华侨华人进行恶意重伤。 这种充满种族歧视色彩的歇斯底里的偏执阵,玷污了澳大利亚作为多元文化社会的形象。